拖著行李箱 神情有些疲倦 羽龍納智傑球隊前教練 球大宗以證人身分 趕到市民地監署 知道自己的球員有打假球嗎 你有策劃嗎 你有參與嗎 聽過打假球的事情 這同一點 會不會成為假球案的關鍵點 藍探涉毒案件延燒 從吳敬穎被爆出 效力於羽龍納智傑球隊期間 涉嫌打假球遷堵 檢調擴大搜查羽龍球團辦公室 速射同步約談涉案球員 MVP有打假球嗎 你全力打假球嗎 你MVP打假球換來了嗎 全部都是你自己策劃的嗎 面對鏡頭左躲右閃 他就是SBL的年度MVP可敏豪 也疑似在賭盤中扮演重要角色 而納智傑球隊除了他 包括外籍球員班霸 邱中博 陳品全 黃炫敏 閻文佐 吳宥任 周韋成 在球團上一季的名單中 有將近半數都涉案 另外還有兩名組頭 以及涉案的賭客及球員友人 共12名被告被約談到案 例行賽似乎就是球員們的下手目標 根據平面媒體報導 有球員坦承比賽時拖時間不出手 不執行教練的戰術 影響球賽結果 檢警也將鎖定可疑賽事來調查 但到截稿前 羽龍球團都還沒做出相關回應 華視新聞理事件 李奇廷 沈立榮 SNG小組 台北報導 哈囉 我是易景 想要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 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